第五篇 她的情感 汤姆和佩蒂结婚好几年之后 她在真正认真地与她谈及 她缺乏情感的事 从各方面来说 汤姆都是个好丈夫 他们的性生活也很美满 可是一旦离开性爱的外在行为 就找不到任何情意 并不是因为汤姆不爱佩蒂 她爱慕她 那是因为在她成长的过程中 情感是她所缺乏的东西 佩蒂童年时期 也不懂得情感这回事 这便是为什么她的婚姻如此需要她 但她对自己的这种感觉 愧疚很深 她不愿意批评或伤害汤姆 但是很快的 她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这种情况 对她们内心造成了很严重的沮丧 与伤害 结果 佩蒂感到希望渺茫 她觉得她里面正在逐渐的死去 她并不是看到自己的余生 像在没有情感的生活里 而是看见汤姆的改变 毫无希望 最后 佩蒂的痛苦 迫使她把问题 带到了每日忠心祷告的父母面前 他们每星期 都勤奋不懈地用祷告 拖住这件事 当他们祷告时 神就在佩蒂身上动弓 她告诉她 要顺服 要在得当的饮食 与适当运动 等方面顺服她 这些一直都是她 最叛逆的弱点 当她在这方面 完全顺服神 并开始照着她的话去做时 她开始对自己的感觉好转 也了解到 她理当承受丈夫丰富的情意 她不再心怀愧疚 而不敢奢求情感 因为这是神要她拥有的 不久 她觉得神带领她 与汤姆再度面对这件事 这次很不一样 因为有圣灵在引导她 而且她与忠心祷告的伤心 早就为汤姆内心奇妙的蜕变 在带导呢 我甚至需要勇气 才能再提起这件事情 她告诉我 我很怕导致离婚的结果 因为我们彼此伤害都很深 看不到一丝希望 但是神给了我力量 让我能以爱心 说出该说的话 这次谈话带来很大的突破 转折点到来了 汤姆回忆道 当佩蒂告诉我 甜心 像你这么棒 具有这么多特点 又是我最深爱的 信任的人 怎么可能无法去深爱别人呢 因为我的话 肯定了她 佩蒂进一步地解释 这些话给了她希望 她觉得值得再试一次 汤姆这次的做法不同以前 她把问题带入了她所参加的 男士祷告小组 她们立刻为她打气 她们决定 不但每天要以祷告扶持她 更要督促她担起责任 每天都要对佩蒂 表达一些深情至爱的情意 现在 她回家获得第一件事 便是拥抱及亲吻我 佩蒂露出了动人而灿烂的笑容 你知道 被拥抱悟下之后 我便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汤姆和佩蒂的情况并不罕见 许多人 甚至十分虔诚的夫妻 都生活在毫无生气的婚姻当中 因为那里没有情感 妻子忍饥吞声 因为她们的丈夫 在其他方面表现得都很好 或者她们觉得不配要求情爱 可是 这并不是神所设定的婚姻关系 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带妻子 妻子带丈夫也要如此 哥林多前书七章三节 圣经也说 怀抱有时 传道书三章五节 当你结婚时 那当然就是怀抱的时候了 情爱 并不是男人最优先的项目 因为男人通常把性和情爱 看成一回事 女人最大的需求是情爱 如果你处在一个缺乏情爱的婚姻中 你要祷告 求圣灵做转变的工作 我给你做 爹地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